上班族結束一天工作 繼續到餐廳打工 這樣的生活模式 似乎成了南韓社會 在疫情爆發後 越來越熟悉的場景 根據南韓統計數據 直到今年7月 已經有多達56.6萬人 過著斜槓人生 監察人數不僅首度 標迫56萬大關 比起前一年多了將近兩成 更有烤肉店應徵一名公讀生 報名面試的卻有45人 疫情下無接觸服務增加 讓南韓今年外送市場規模 超過20兆韓元 產值相當於台幣近5000億 越來越多人應徵外送人員 總是今年上半年人數就來到42萬 甚至比學校老師還要多 跟去年同期相比 更是增加將近15% 疫情讓南韓人不只工作不保 不斷上漲的物價更間接導致民眾荷包縮水 統計顯示南韓兼差人數中 以小企業員工居多 人數達到總數的八成 現在更有不少人趁著疫情期間 打算重新思考未來質疑發展 TVBS新聞中不倒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